嗨朋友们,欢迎来到Food with Flora Trader Jaws是遍布美国的连锁大超市 使我在美国的城市中多年 认为最物美价廉,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超市 今天这期视频我希望与您分享 我在Trader Jaws里面无限回购的10件商品 它们都超级健康 即使您的身边没有Trader Jaws 希望这期视频也可以给予您购物的启发 我们现在开始吧 第一个推荐超营养的无面粉面包 Trader Jaws里陈列着许多美味的面包 但这个Bible Bread大概是最健康的 虽然它不是Trader Jaws自营的品牌 但是我真的认为它值得放在这里推荐 它的做法取自于圣经中上帝所给的面包做法 你还要把小麦、大麦、豆类、小扁豆、小米和馅菜 放到一个器皿里 为你做面包,你可以吃390天 面包中包含发芽的谷物 可以让身体吸收更多的营养 如维生素、矿物质、优质植物蛋白和氨基酸等等 我一般会放到冰箱里储存 可以储存一周以上 每次拿两片用涂色机烤一下 面包里不含有面粉不含糖 但烤过之后会散发一种淡淡的自然的独特香味 非常适合早餐食用 比普通的白面包可健康多了 我们一般买的是这个绿色包装芝麻口味 它还有成色的包装是没有芝麻的 第二个全麦早餐麦片 Trader Jaws里面有许多他们自产的早餐麦片 我想推荐的是这一款 百分百全麦、低油、无糖 富含纤维与蛋白质 比其他的麦片可健康许多 比如这个草莓的确实很好吃 我上学的时候还会拿来干吃做零食 但含糖量确实挺多的 也没有什么营养 您可以看到它的配料表里面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现在更喜欢健康的食物 如果觉得单拿麦片泡牛奶比较无趣 还可以加些坚果和水果 Tim最喜欢的搭配是花生酱加奇亚子来拌 我一开始吃不惯 但是后来觉得真香 第三个坚果酱 刚才提到了花生酱 这里我会推荐花生酱还有杏仁酱 它们都是小罐包装且不添加糖 坚果酱的营养我就不赘述了 我最喜欢买的是这个无盐无颗粒的小罐杏仁酱 配吐司还有燕麦粥都超赞 我觉得坚果酱好吃的原因就在于它把坚果内的香气 还有油脂都炸出来了 再加上它绵密的口感 一口咬下去就是很直接的享受 我一般会搭配这个之前提到的bible bread 还有一些蓝莓 幸福感超高 第四个豆奶 豆奶也就是豆浆 我竟然可以在美国这么轻易的喝到豆浆 原料只有水还有有机黄豆 而且在打开包装之前不需要放到冰箱里 价格也很便宜只有2.29美金 虽然直接喝味道肯定不如现煮的豆浆 我一般会用它代替牛奶放到隔夜燕麦或者是热燕麦粥里面 卡路里比牛奶还要低 但依然富有植物蛋白非常营养 下一个推荐的是有机食物 Trader Jaws里面的有机食物还是比较便宜的 而且种类也很多 有机的蔬菜水果不止减少了农药 残料于食物上的风险 而且可能具有比非有机蔬菜水果更高的营养价值 有机肉类也更加营养 尤其是牛肉 我们自己经验确实觉得比非有机的牛肉更加有肉味更加好吃 它们的很多调料也是有机的 而且比其他超市更加便宜 苹果醋 最近非常流行每天一两汤匙的苹果醋兑水喝 苹果醋可以提高肝脏的新陈代谢能力 解毒抗皱美白 而且可以抑制尝到对糖和油脂的吸收 我一般会用它来炒菜做汤或者拌牛油果 它比一般的白醋增加了一些果香 很多超商它家的苹果醋是塑料包装 但是TraderJose他们家这一款是玻璃包装 减少了塑料对身体还有环境的危害 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我们家大概每个季度都会完成一瓶 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还有矿物质 并可能有助于抑防心脏病与高血压 TraderJose里面有好几种巧克力 这款是我最喜欢的 含有85%可可成分 卡路里和含糖量都是可以接受 它的口感很丝滑 还有水果香 一盒里面两份分开包装 很适合平时在家解馋 或者外出的时候快速冲击补能量 第八个 开菲尔 开菲尔是一种类似于西酸奶的发酵乳饮品 它含有数百万种益生菌 比酸奶还要多 乳糖含量也很低 非常适合乳糖不难受的小伙伴 富含对身体有益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可以改善胆固醇 控制血糖 还有肠道蠕动 TraderJose的这款开菲尔是低脂的 含有好几种Live and Active Culture 一杯就含有8克的蛋白质 但是才90卡路里 我一般会搭配早餐喝 或者是饿了做零食 酒类 TraderJose里面有丰富的酒类 其中有几款只有4点多美金 不仅非常便宜 味道也不错 有时候做菜需要放红葡萄酒或者白葡萄酒 买这些4点多美金的酒一点也不会心疼 用完一部分也可以冷冻剩下的 以后随时料理随时拿出来用 直接喝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身边就有美国朋友喜欢下午的时候配芝士 还有饼干一起喝 我在他家尝试过口感也非常不错 最后一个推荐 冷冻鱼 冷冻的三维鱼很难吃 但是冷冻的Talapia非常好吃又便宜 储存在冷冻柜里面可以随时拿出来用 白色的鱼营养价值很高 而且有低脂 Tim在研究生期间基本上每周都会买一条 首先我们要注意好可以的 鱼肉是适合的 鱼肉是很重要的 鱼肉厂的 鱼肉厂的鱼肉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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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鱼以后不要刷锅 用剩下的油炒个蒜还有菠菜 它很自豪可以在十分钟以内 做出一顿营养经济又好吃的菜 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我是foodwithflora 一个认真传递 跨国美食文化的吃货博主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才不会错过下期视频 希望下次再见到您 拜拜